但那雙眼難以置信 六十七歲日本演技派男星一所廣思 以星座美好的一天在坎城稱帝 是日本影史第二人 台上致辭幽默逗趣 下台后立刻与NHK电视台跨海连线 共享荣耀时刻 新片中饰演一名清洁工 心理演技触动人心 一所广思涌夺影帝 日本名導世之玉和 新作怪物也获得评审青睞 拿下最佳剧本 世之玉和代替好友 版源玉二上台領獎 今年坎城亞裔電影人大方一彩 最佳導演由越南裔法國籍导演 陳英雄拿下 最佳影片金棕旅獎 则頒給法國女導演 傑斯丁楚特 以電影墮落的解剖 榮獲坎城最大獎 傑斯丁楚特是坎城史上第三位 獲得這項殊容的女導演 致辭不忘鼓勵年輕影人勇敢追夢 儘管本屆華語片幾乎駭雨而歸 但日本電影演員大方一彩 為亞洲爭光 三里新聞會宣布倒